灑水車從新店往烏來山區 就在這個玩道 一輛白色轎車一頭撞上灑水車 強大撞擊導致車頭全毀 車內安全氣囊全爆開 而當時小顆車內 連同駕駛一共六個人 一旁是被撞的灑水車駕駛 無奈上班遇上車禍 被撞後忙著報警 還得幫忙指揮交通 他開太快轉出來 結果這個彎轉不過 往我車旁 他是下山是不是 他下山我要進山 當時有19歲的成信男子 駕駛租賃車 載著朋友要下山 就在這個彎道 疑似車速過快 跨越中線撞上對象來車 疑似自小客車 跨越雙黃線 撞到灑水車而造成 自小客車成信駕駛 並未領有駕照 怎麼會撞車 六名傷者送往醫院 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但駕駛無罩又超載 網路上抛文 說一個禮拜 曾被開六張罰單 是什麼樣的概念 還抱怨幫朋友保車 卻因為罰款未繳 被吊扣駕照 簽名連假最後一天 成信男子 吳兆超在釀貨 讓自己與好友差點 賠上小命 記者 徐志明 楊中山 邵紫陽 新北市報導